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和各位一起通过圣经的预言 查考一下上帝的旨意 我们一起思考一下下面这个问题 生活在亚伯拉罕时代 摩西时代的人 生活在三千五百年前的众多以色列百姓 生活在那时代的人们 若不认识 不相信耶和华上帝 他们的灵魂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呢 不认识两千年前来到这世上的耶稣基督 没迎接上帝的人 他们的结局会如何呢 在如今的圣灵时代 人若不认识 不相信圣灵和心腹 他们的结局又会如何呢 每当想到这些 我就会想 上帝让我们能看见 听见 领悟所有的真理 难道 我们不应该每天都将感谢和荣耀都归于上帝吗 今天 我们就通过此主题来查看一下 究竟谁能进入天国 谁能继承天国产业 我们不能单纯地将此理解为某种理论 而要确实地相信 这是通往天国的必经之路 并带着信心 走向上帝所指引的得救之路才行 亚伯拉罕家庭的历史 可以说 这在得救的问题上 是小于我们重要教训的内容 亚伯拉罕的家庭中 有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 以撒是撒拉生的 上帝曾对亚伯拉罕说 你的子孙将成为继承你所有家业的后子 但当时亚伯拉罕并没有后子 所以 通过撒拉的使女夏甲生了一个孩子 名叫以什玛利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亚伯拉罕家庭的历史 它明确地小遇了我们 新约和旧约的关系 以及新约的实体究竟是谁 如果在不了解这些内容的情况下 查看加勒太书三章或四章 就完全无法理解其中的意思 所以 今天就和各位一起 仔细查考一下亚伯拉罕家庭的历史 从而 了解天上母亲在亚伯拉罕的家庭中 起着怎样的作用 并再次确认一下 若不借着天上母亲 就不能领受永恒天国产业的事实 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中 耶稣做了非常重要的比喻 看一下十六章十九节 有一个财主 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 天天奢华眼乐 又有一个讨饭的 名叫拉萨路 浑身生疮 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宠击 并且狗来舔他的疮 后来 那讨饭的死 被天使带去 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财主也死了 并且埋葬了 他在阴间受痛苦 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 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 就喊着说 我祖亚伯拉罕啊 可怜我吧 打发拉萨路来 用指头尖沾点水 凉凉我的舌头 耶稣为了小于我们天国 和地狱的场景 做了这样的比喻 但在二十四节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内容 财主称谁为父亲呢 这里是乞丐和财主死后所去的世界 人死后所去的世界 就是属灵的世界 在属灵的世界里 父亲只有上帝 原本您说 父亲上帝啊 可是在这里却说 我父亚伯拉罕啊 因此 我们可以明白 亚伯拉罕 预表着上帝 他是显明上帝的一个人物 那么我们究竟通过谁 才能得到上帝之国的产业呢 这是关乎我们救恩的重大问题 各位觉得能去天国的绝对条件 是什么呢 当然是要相信上帝是吧 而且要敬畏上帝才行 可即便上帝与我们同在 约翰福音一章中却记录说 谁都没有接待他 我们若不迎接上帝 就不能去天国 所以为了能够迎接上帝 我们要通过亚伯拉罕的家庭 发现上帝所小育的所有道路才行 我们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中了解到 在天国被称为父亲的亚伯拉罕 预表着上帝 而且上帝希望我们 通过亚伯拉罕家庭的历史 发现回天国的道路 对此我们通过创世纪十五章确认一下 看一下创世纪十五章 十五章一节中记录说 这事以后 耶和华在意想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 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 比大大的赏赐你 亚伯拉罕说 主耶和华 我既无子 我没有孩子 你还赐我什么呢 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 是大马士革人 以利以谢 以利以谢是生在亚伯拉罕家中的仆人 他是一个忠诚 正直的仆人 亚伯拉罕说 我没有孩子 所以想让以利以谢 继承我所有的家产 想让他成为我的继承人 我们仔细听一下 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答复 继续看三节 亚伯拉罕又说 你没有给我儿子 那生在我家中的人 就是我的后子 以和华又有话对他说 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子 上帝说 此人虽然忠诚 办事能力也很强 但他不能成为你的后子 然后说 亚伯拉罕的后子 必须要具备怎样的资格呢 你本身所生的 才成为你的后子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 说 你向天观看 数算众星 能数得过来吗 又对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你的后裔 会像天上的众星一样繁多 亚伯拉罕当时 年纪已老迈 不能生孩子 可上帝却说 你的后裔会如此繁多 所以 生在你家中的仆人 以利益以谢 不能成为你的后子 上帝说 你本身所生的 才成为你的后子 后来 亚伯拉罕 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 当时 亚伯拉罕的妻子 撒拉 年纪也老慢 已经过了 可以生育的年龄 所以 撒拉 将她的使女 埃及人下甲 给了亚伯拉罕 为妾 哪怕 通过这种方法 他们 也想达成 上帝的旨意 因为上帝说 你本身所生的 才成为你的后子 所以他们想 若想有自己的孩子 就只能通过 这种方法 最终 亚伯拉罕 通过他的妾 有了自己的孩子 名叫 以什玛利 看一下 十六章 十一节话语 并说 你如今怀孕 要生一个儿子 可以给他起名 叫 以什玛利 因为 耶和华 听见了 你的苦情 他为人 必向野驴 他的手 要攻打人 人的手 也要攻打他 他必住在 众弟兄的东边 夏甲 就称那 对他说话的 耶和华 为看顾人的上帝 因而说 在这里 我也看见那 看顾我的吗 所以 这井 名叫 碧尔拉海来 这井 正在 加底斯 和巴列中间 继续看 十五节话语 后来 夏甲 给亚伯兰 生了一个儿子 亚伯兰 给他起名 叫 以什玛利 夏甲 给亚伯兰 生 以什玛利 的时候 亚伯兰 年 八十六岁 以什玛利 虽然是 亚伯拉罕 本身 所生的孩子 但 关于 以什玛利 是否 能做后死的问题 上帝 是如何 决定的呢 看一下 十七章 一节 亚伯兰 年九十九岁的时候 以赫华 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上帝 你当 在我面前 做完全人 我就 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 极其繁多 亚伯兰 伏伏在地 上帝 又对他说 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 什么呢 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 你的名 不再叫亚伯兰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 我已立你 做多国的父 继续看十五节 上帝 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的妻子撒来 不可再叫撒来 他的名 要叫撒拉 我必赐福给他 也要使你从他 得一个儿子 我要赐福给他 他也要做什么呢 多国之母 上帝说 会让亚伯拉罕 做多国的父 撒拉 做多国之母 必有百姓的君王 从他而出 亚伯拉罕 就俯伏在地 喜笑 心里说 一百岁的人 还能得孩子吗 撒拉已经九十岁了 还能生养吗 亚伯拉罕 对上帝说 但愿 以时玛利 活在你面前 亚伯拉罕心想 会不会 因为自己家的事 给上帝添麻烦 就让以时玛利 在上帝面前 平安无事地生活 传宗接代 其不很好吗 于是他对于上帝说 但愿以时玛利 活在你面前 看一下十九节话语 上帝说 不然 你妻子撒拉 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 叫以撒 我要与他 坚定所立的约 做他后裔 永远的约 上帝对亚伯拉罕说 你妻子撒拉 要生一个儿子 我要与你的儿子 以撒 坚定所立的约 上帝 希望以撒 成为亚伯拉罕 家庭的后子 而且 终究 也让以撒 继承了亚伯拉罕 家庭的所有产业 我们重新整理一下 做查看的内容 路加福音十六章中说 亚伯拉罕 是预表上帝的人物 当时 能够继承 亚伯拉罕家业的候选人 共有三个人 第一个是以利以谢 第二个是以示玛利 第三个是以撒 但 我们若细看就会发现 上帝拒绝了 第一个候选人以利以谢 说 他不能成为你的后子 那么 以利以谢拥有怎样的条件呢 我们有必要 仔细查看一下 是否能成为后子 与父亲和母亲是谁 有密切的关系 以利以谢 是从小在亚伯拉罕的家中 长大的仆人 按照以色列的律法 父母 若都是主人家中的仆人 他们所生的子女 也注定 要在那个家庭里 当仆人 亚伯拉罕 既然说 以利以谢 是生在我家中的人 那么 这证明 以利以谢的父亲和母亲 都是什么身份呢 都是仆人 不是自主之人 所以 上帝才说 以利以谢 虽然忠诚 办事能力 也很强 但 他不能承受你的家业 那么 我该如何决定后死呢 当亚伯拉罕这样问时 上帝回答说 你本身所生的 才成为你的后死 所以 亚伯拉罕 通过撒拉的使女夏甲 得了一个孩子 名叫以什玛利 虽然 他的父亲是亚伯拉罕 是自主之人 但他的母亲 却不是自主之人 而是仆人 因此 上帝在加勒泰书中 称以什玛利 为仆人 看一下 加勒泰书 四章 二十一节话语 你们这愿意 在律法以下的人 请告诉我 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 因为律法上记着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使女生的 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其中一个是使女生的 她是谁呢 使女夏甲 所生的是谁呢 是以什玛利 然后说 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 那么 从自主之妇人 撒拉所生的儿子 是谁呢 是以撒 看一下二十三节 然而 那使女 即夏甲所生的 是按着血起生的 那自主之妇人 即撒拉所生的 是凭着应许生的 这都是比方 那两个妇人 就是两约 一约 是处于洗乃山 生子为奴 乃是夏甲 夏甲所生的儿子 圣经 称她是仆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们必须要记住才行 那么 关于以撒 上帝是怎么说的呢 重新看一下 《创世纪》十七章十九节话语 上帝说 不然 你妻子撒拉 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她起名 叫以撒 我要与她 坚定什么呢 坚定所立的约 做她后裔 永远的约 也就是说 上帝与其立约 最终得到上帝拣选的人 就是以撒世吧 那么 我们重新整理一下 以利以谢的父母 以利以谢的父亲 不是自主之人 而是仆人 母亲也是仆人 不是自主之人 所以 上帝下结论说 她不能承受亚伯拉罕的家业 以士玛丽的父亲 是自主之人 亚伯拉罕 但 她的母亲 是 使女夏甲 夏甲所生的儿子 确实 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但 还是被圣经 记录为仆人 所以 她最终 有没有承受家业呢 无论是以利以谢 还是以士玛丽 都没能继承 亚伯拉罕的家业 最终 以撒 继承了 所有的家业 我们若仔细观察 以撒 就会发现 她的父亲 是亚伯拉罕 即是自主之人 母亲 是撒拉 也是自主之人 所以 上帝 最终 应允以撒 让他 继承了 亚伯拉罕的 所有家业 上帝通过 继承亚伯拉罕 家业的问题 小于我们 怎么做 才能承受 永恒的 天国产业 决定这件事的 绝对条件 是什么 但这里说 但那在上的 耶路撒冷 是自主的 她是我们的母 各位自主之人 是什么意思呢 谁是自主之人呢 唯有上帝 是自主的 因为经上说 全人类 都是罪的 奴仆 我们也同样 被囚禁在 罪的锁链下 做了罪的奴仆 但 对于迎接 天上父亲 和天上母亲的人 上帝 为了让他们 成为父亲母亲的子女 将自己神圣的肉和血 赐予他们 承认他们 是上帝的子女 这意味着 将承受 永恒的 天国加南地 为业的人 必须是 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的 子女才行 若是这样 那么 在现今时代 那些不相信 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的人 自称 无法相信 上帝的人 上帝 会将天国 作为产业 赐给他们吗 这等人 在继承人中 是首先 要排除的对象 上帝 通过亚伯拉罕 家庭中 三位继承 家业的候选人 向我们显明了 当今世人 所拥有的 信仰世界 认为 自己与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 没有任何关系的人 当然 不能承受 上帝治国 也不能 进入天国 还有 像 以什玛丽一样 虽然 承认父亲 上帝的存在 却 绝不相信 母亲 上帝的人 上帝 将 这样说的人 归类为 奴仆 那么 以撒如何呢 以撒的父亲 是亚伯拉罕 是自主之人 母亲 是撒拉 也是自主之人 就像 最终继承了 亚伯拉罕 家庭产业的 以撒一样 现今 信奉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的我们 能够进入 永远的天国故乡 继承 天国产业 我们 在 亚伯拉罕的家庭中 能够发现 这样的预言 通过 几十年的 漫长岁月 上帝 对 以利以谢 以史玛利 以撒的问题 给出了 明确的答案 我们 回顾一下 以撒的 出生过程 上帝 给亚伯拉罕 改了名 让他 做 多国的父 也改了 撒拉的名字 让他 做 多国之母 上帝 称他们为 多国之父 和 多国之母 即 全世界的父亲 和全世界的母亲 所以 在 路加福音十六章 耶稣 给予的 比喻中说 财主死后 去了 另一个世界 呼喊说 我父 亚伯拉罕 可以说 上帝 通过 亚伯拉罕 家庭的历史 明明白白地 为我们 解明了 谁 通过什么 途径 能够 回天国 继承 天国 产业的问题 在现今时代 人 若不相信 天上母亲 天国 就会离他们 越来越远 我们通过 加勒泰书 四章二十六节话语 确认一下 此事实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 是自主的 她是谁呢 我们的母 自主的这一词 已经告诉了我们 她就是我们的上帝 是自主的 她是我们的母 看一下二十七节话语 因为经上记着 不怀孕 不生养的 你要欢乐 未曾经过产难的 你要高声欢呼 因为没有丈夫的 比有丈夫的 儿女更多 弟兄们 我们是凭着 应许做儿女 如同 谁 一样呢 以撒一样 我们若想和以撒一样 就要怎么做呢 要成为 自主之妇人 母亲的子女才行 是吧 重新看一下二十八节 弟兄们 我们是凭着 应许做儿女 如同以撒一样 当时 那按着血气声的 逼迫了 那按着圣灵声的 现在也是这样 然而 经上 是怎么说的呢 是说 把使女 和她儿子赶出去 因为使女的儿子 不可以 自主妇人的儿子 一同承受产业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 乃是谁的儿女呢 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我们永远的母亲上帝 是与罪无关的上帝 圣经反复强调说 弟兄们 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 如同以撒一样 上帝称我们是 应许的儿女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五节 记录说 上帝所应许我们的 就是永生 以撒 是通过谁 承受的假意呢 所以 我们若想重生为 像以撒一样 应许的儿女 就必须要成为 天上母亲的儿女才行 我们一起看一下 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话语 圣灵与我们的心 同正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即使儿女便是后子 就是上帝的后子 和基督同做后子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想 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 要显移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我们作为上帝的子女 将要享受的荣耀 是无比辉煌灿烂的荣耀 到那时 像天上的众星一样 繁多的天使 会引导我们 说今天去这座城 明天去纳星球 各位 这样的日子 已经不远了 为了进入 那荣耀的世界 我们要更倾听 天上父亲和母亲的话语 希望我们能够 持守信心直到最后 成为得到巨大祝福 和天国奖赏的西安子女 以此结束话语 谢谢 谢谢